库子 你干什么呢 被两头猪追着跑 不理解你别把猪丢我脸上啊 你有能带你追一个试试 不就两头猪嘛 看你那怂样 就两头猪 哎 怎么回事 我靠近它的时候怎么还会掉血啊 赶紧跑路吧 这连头 连头猪都学会反抗了 大家好 我是库子 一边被猪拱死 且智商高达250的模组测试人员 大家可以亲切地称呼我为 模测人 磨你个头啊 这到底是哪引来的这种攻击人的猪啊 嘿嘿 这就是文气模组的问题所在了 本期模组名为复仇猪 就是一个生成袋而已 不过你们可别小看这一颗生成袋 绝对头疼 哇 这地方 怎么这么多猪啊 我先声明一下 这些猪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 都是这个模组安装以后自动生成的 那么多猪 自己生成 那岂不是这辈子都不用担心吃不饱饭呢 怎么可能 这些猪啊 可都是模组里面的复仇猪 你切个生存模式 跟那么近距离接触试试看呢 所以这些复仇猪到底是为什么能攻击我们呀 是反弹伤害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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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反弹可没关系 而是你靠近他们 你自己就会受到伤害 完了 猪也吃不了了 而这种复仇猪不仅会自动跟踪距离近的玩家 这数量一旦多次来 靠近的人可能一秒都活不下去呢 说得好 知道我为什么GP到你的周围吗 大家一起笑不理解 他居然被猪拱死了 难道你没有吗 顾子 还有一点要跟你说 这些复仇猪居然对中立生物完全没有攻击的欲望 不 准确一点来说 甚至是攻击都不会攻击他们 合着这模组就单纯是用来针对玩家的是吗 那当然啊 不然怎么叫复仇猪呢 你们这群MC玩家天天欺负猪 猪也有脾气的好吧 搞得你不是MC玩家一样 我是帅MC玩家 谢谢 不过呢 好在除了猪以外的动物 比如什么羊啊 鸡啊 牛啊 通通不会触发复仇效果 那以后就是不能吃猪 其他还是照镜哦 某种角度和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这样的 你这模组就是用来折磨自己的呀 不 这是用来防止我的猪场遭人偷窃准备的模组 有这模组 谁还敢来偷猪 那这些猪为什么不会让我掉血呢 笨蛋不理解 这些猪就是普通的猪啊 那我怎么去分复仇猪和猪呢 你靠近以后掉血不就知道了 不掉血的就是普通猪啊 我还得掉血以后才能知道是吗 回答正确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款模组怎么样呢 谁要用谁用 是不是完美解决的猪被人偷走这样的事件呢 好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白了个白 对吧 对吧 对 对吧